大家好,我是小曾 今天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两颗油麦菜 我们就用油麦菜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首先,用刀把油麦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然后咱们再把油麦菜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掰下来 天热的时候咱们要多吃一点蔬菜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油麦菜的芯也别丢掉了 可以拿来凉拌着吃 然后再把油麦菜切成五厘米左右的长段 切好后装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油麦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来,放入漏篮里面控水备用 接下来,咱们来切一点小料 准备适量的大蒜,用刀拍一下 然后剁成蒜末 剁好后,装入盘中 准备半个红椒,先切成细丝 再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两块钱的猪瘦肉,剁成肉末 剁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调一个料汁 先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黄豆酱 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里面的淀粉搅拌至没有颗粒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上水 加入一勺食盐 滴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用勺子把食盐和食用油搅拌均匀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烧开后,把油麦菜放入锅中焯烫一下 这里加入了食用油可以挤到一个保护层 可以防止烫出来的油麦菜氧化变黑 而加入食盐可以使烫出来的油麦菜颜色更加的翠绿 这里焯烫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大概烫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焯烫的时间太长,颜色也会发黑发黄 烫好后,咱们迅速将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后,把油麦菜摆放在盘子里面 可以看一下这样烫出来的油麦菜 颜色非常的翠绿,一点也不会发黑发黄 接下来,另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多好的肉末放入锅中 迅速将肉末炒散炒香 肉末炒变色以后,把蒜末和红椒末放入锅中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把料汁熬至浓稠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最后把汤汁熬至像这种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熬好的汤汁均匀的淋在油麦菜上面 哇,真的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咱们可以多带一点汤汁拿来泡米饭也非常好吃 就这样一道肉末爬油麦菜就做好了 翠绿的油麦菜裹着香浓的酱汁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油麦菜以后不要老是炒着吃了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好吃又下饭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油麦菜颜色翠绿 一点也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